山池公园休闲锻炼的群众发现 每天夜幕降临后 都会有两名粉红女郎 在偏僻处和过往男子搭讪 他们是什么人 在干嘛 在酝酿池里面 酝酿池里面有一些小路 晚上的时候比较黑暗 然后它就躲在那种 比较黑暗阴影的地方下 然后有人如果路过的话 他就会走出来 对那些路人说 需不需要提供服务 在报警人的指引下 民警来到这两名粉红女郎 出没的地方 以为有生意上门 二人还热情地招揽 民警随即将他们 带回派出所调查 调取户籍资料时 民警傻眼了 外表和举止都颇为阴柔的 这两人竟然都是男而身 19岁的江西人聂某 身材窈窕 再加上那一身装扮 乍一看真是雌雄难辨 你一个大男人 怎么会想到穿这样 女孩子的衣服 这么露的衣服 去公园里面 几万男的 几万男的 平时你没有把自己 装扮得像女儿子一样 在什么情况下的话 会把自己装扮得像女儿子 叶某说 他以前在一家酒吧上班 因为长得像女孩子 经常被男人调戏 慢慢地 心理上对自己的性别认知 也有了改变 而今年36岁的安徽人张某 已经不是第一次 因为招票被抓了 他说自己男扮女装 就是为了赚钱 在网上搜索 看到这种选择来做这种 目前张某和聂某 因涉嫌招票卖银罪 被警方拘留 今天上午10点多 国道34线惠安罗阳镇 西东路口 一辆满载乘客的中巴车 行驶中撞倒一队 正在过